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您现在所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6月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 我是樊东宁 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天讨论 接下来我们先把镜头转向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今年呢是这个 八九民运六四天安门事件 二十周年的时刻 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讲呢 凡是逢五或者逢十呢 对于中国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日子 那么因此呢 在这个今年六四天安门事件 二十周年的时候呢 外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纪念活动特别的引人瞩目 那么同时中共又会以 怎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呢 也是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这个焦点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谈六四事件的二十周年 东宁 好的 谢谢博弈 我们也看到了 马英九在六四前夕出访 是缺席了台湾的相关纪念活动 他只透过总统府的网站 刊登了一篇六四二十周年的感言 他指出六四之后的这二十年间 海峡两岸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陆经济改革成功 人民的生活大幅改善 大陆当局也比过去更为注意人权议题了 展现以过去完全不同的开放与自信 这篇一千多次的六四感言 引起了各界的讨论 有人认为 马英九的态度转变 立场倒退 那么究竟经济发展 由于阵营制制改革 是否符合中国大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而两岸关系又是否应该着眼于经济交流 更胜于人权自由价值呢 这些都是今晚海峡论坛 要与您讨论的话题 首先请博弈介绍今天 在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节目的来宾 博弈 那么今天在台北很高兴为大家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专家 那么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 那么吴教授 我相信听众观众朋友们对吴教授都很熟悉了 吴教授对于两岸的形势 有非常深入的这个理解与分析 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 能够再度的请到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 和华府的嘉宾 以及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讨论今晚的话题 那么继续请东宁 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谢谢博弈 也欢迎吴汉吴教授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 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理事 赵惠普先生 欢迎赵惠普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 谢谢 谢谢主持人 由于是想讨论海峡论的听众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参加节目 直接向来宾提问题 或者发表您个人对于马英九这篇 六四二十周年感言的看法 下面就是您参与今天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方式 在台湾地区的听众观众 请您先拨00801102880 然后再拨8668375159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 请先拨打108888 再拨打8668375161 好的 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讨论了 我的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武汉 吴教授 那我们知道马英九他过去当选总统之前呢 是年年都会针对这个六四发表他的看法 而且是用词比较强烈 包括了谴责这所谓六四的暴行 并且呼吁要平反六四 不过看到自从他上任之后 08年去年的六四谈话就语调趋缓了 是他近年来最温和的一次 而今年的六四二十周年感言长达一千多字 却是有肯定中共人权这样子的一个语气和用语出现 那在台湾各界引起了相当大的讨论 不晓得就您的看法 你怎么评价他的这份六四二十周年的感言 一般的台湾民众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我想一个政治人物在发言的时候 他可能会是从个人的立场来发表意见 那么他如果成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那他就必须顾及到国家领导人的一个立场 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个人的这个想法 那么作为一个决策者 他在发言的时候 他必须在理想跟现实之间求的一个平衡点 那如果假设完全从自己主观的意愿 去发表言论 那么这些后果这些效果 都是必须要去顾及的 那么今天作为这个台湾的领导人 那么他在针对六四的问题 如果发表比较强烈的措辞的这种演说 或者是文章 那么对于整个台湾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 是不是有好处 或者是对于六四民运是不是有帮助 我想这个都是值得大家来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 而且在过去我们看到这个 在一个比喻里面 这个北风跟太阳之间比赛 看谁能把这个一个行人的这个衣服啊帽子脱掉 那最后啊 北风这个吹得很猛烈 行人把这个衣服帽子按得更紧 结果太阳一出来之后啊 这个行人就热的受不了 就把衣服帽子都脱了 我想这个比喻形容 就是现在在国际政治上 跟中国大陆互相之间 到底你是围堵的政策好呢 还是交往的政策好 那所以马总统用这边 这个我觉得在我个人的观察来看 算是相当恰当的 应该不要太刺激 那么但是呢 也表达了适当的立场 比方说就事论事 将心比心 那么将来是不是可以面好好的来正面的面对 六四天安门的这个问题 好的 谢谢武汉吴教授 那么回到华盛顿现场 我也同样的想请赵惠谷先生 谈谈您对马英九这篇六四二十周年感应的看法 那么另外我也知道说 您刚从北京回来 是否真的就像马英九所说的 六四之后的这二十年间 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效很很大 然后在人民的生活上改善也很多 而且在人权问题上 就像马英九所言的是更为注重了 您看到这样的观察吗 有 那么我想还是先回到您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一次六四二十周年 是一段很沉痛的中国的一个往事 很多人呢 还活在那个记忆中 没有办法往前走 那也有更多的人 把他这些已经泡在脑后了 这就是中国大陆目前的现象 那么至于马英九的这个六四感应 我非常同意这个武汉吴教授说的 就是说 我记得那一年我三十岁 我刚好在马列兰大学念书 所以对我来讲非常印象非常深刻 那么台湾因为在李登辉的最后一年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不是李登辉 就是李登辉在执政的时候 非常冷漠 香港还反应蛮大 台湾非常冷漠 所以马英九是少数的 极少数的政治人物 每一年都纪念六四 可是呢 因为你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你毕竟毕竟有你的高度 你不可以做出 你一定要牺牲你自己个人的想法 然后以国家的大举为重 所以这一点我非常非常觉得 这个吴教授刚刚讲的蛮对的 就是说马英九这个是还蛮恰当的 虽然不是十分满意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他的立场 那么 您对大陆的观察 对 我对观察 我跟你讲 这有一点点这个现象 我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可是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听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说 那个中国它经济当然进步 大家可以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么有一个 我们讲人权 还不如讲一个制度 我觉得制度比空谈人权好得多 那么在中国大陆上 它的以沙现有的制度上 到底有没有改进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听到的 也希望说有心人士 将来您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说中国大陆 它就像李敖讲的 就是说 你不太可能用一个外来的一种民主方式 来加注给中国 那么事实上在整个亚洲国家的民主进程中间 都不是很成功 包括日本在内 欧美的例子像英国都是 它是先有经济发展 然后由经济发展 然后发展出一种适合英国式的制度 就比如他们为了要保持他们贵族 他有上议院 那么他又不得不去听一些老百姓讲的 所以他有个下议院 那下议院提案以后 要需要上议院来通过 中国大陆慢慢有这个迹象 跟各位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我听到的 中国有人大 大家都知道 人大应该是最高权力机构 可是根本都是橡皮图章 那么可是现在中国大陆慢慢有这个迹象 就是说他很注重人大跟政协 政协是非共产党员